好,来我们看 last part的26.1 今天这个video我会结束掉 26.1,切线与发线 那今天我们会专注在 发线身上 发线写率的话其实是 切线写率的副导数 之前有表演过给同学看 那么发线的方程式的话 同样也是用y-ye等于m 不过这边的写率带的就是 发线的写率 ok,乘上x and xe 我们来看立体 ok,好,来 所以这个立体里面我要求 在这一点 43这一点的发线方程式 所以意思讲说我先要求 切线写率 这是老师背后的想法 ok,我先要求切线写率 然后用复导数的关系 求出发线写率 ok,那有了写率跟一个点 我再去写出发线的方程式 这是整个背后的想法 为什么一开始要dy by dx 因为切线写率就是dy by dx 所以根据这个式值 dy by dx 等于2x-4 ok,那么26.1也来到尾声了 同学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除了dy by dx 如果看到有点的话 就要把坐标点带进去 好,可是因为这个dy by dx里面只用到x 所以你只需要带入x坐标的4 就可以了 所以dy by dx 等于2乘4-4 所以是4 ok,所以dy by dx就是4 其实dy by dx就是什么 就是切线写率 这是这一张的26.1的大重点 这个 ok 所以 法线写率的话怎么找 这样 ok,法线写率的话 那我先看到切线写率是4 对啊 那法线写率的话就是切线写率的负导数 所以 加个负 那么把你的4怎么样 把你的4导过来 这就是 法线写率 ok,复导数的关系 ok 那么最后一个 我就可以写出我的切 啊,sorry 法线方程式 所以法线方程式的公式 同样也是y-y坐标等于m ok 这边因为求的是法线方程式 所以写率就用 法线写率哦 ok 那再乘上x-x坐标 所以把负4乘来左手边 你负x,啊,sorry 我整个负4移去左手边 所以右手边剩x-4 那我把每一项都移去右手边好了 x-4y减掉16等于0 这就是我的 法线方程式 ok,我来看到个例题 ok,好,来 这个式子的话 我首先也是先找第二把dx哦 不会这个后面这一项 3除以x平方 多写一步好了 3除以x平方可以写成 3乘上x的 负2次方 ok,那我这样子写的话 微分的话我觉得比较容易 所以dy by dx的女 4加负2翻下来 所以是3乘负2 x的负3次方 所以dy by dx的女 4减6 x的负3次方 ok,那这边给我点x等于1嘛 所以我就代入哦 当x等于1 dy by dx的女 4减6 乘上1的负3次方 那1的任何次方都是1哦 所以就是4减6乘1 所以dy by dx是负2 ok,那dy by dx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你的切线斜律来的咯 那所以法线斜律的话 法线斜律为什么哈 负倒数咯 所以负倒数 所以把你的负2 也就是你的切线斜律放去分 所以你的法线斜律其实是多少 法线斜律其实是2分之1 负倒数嘛 ok,那我们回来看一下我们的公式哈 我们这个直线方程式有y-ye等于m x-xe ok,其实题目里面它是少给你一样东西 我们来看题目少给什么哈 题目有给我x货表 x货表是e 对吧,因为题目讲说在x等于e处的 法线方程式 所以切点的x货表就是e咯 那么这个法线斜律我也找到了 就是2分1嘛 所以m这个地方等一下我带入了就是2分之1 那么重点在于y做表 这y做表怎么找 这样的话 所以y做表你要找的话 那你就把你的x货表就是1 带进去原本的曲线方程式里面 就可以找到y了 你看 所以y等于4乘x是1 3除以1平方 所以y做表是7哦 所以y1就带7 ok,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写出 法线方程式 所以法线方程式公式是y减y做表 m就是带法线斜律 ok,x减x做表 所以把2乘来左手边 好,我把每一项丢去右边好了 所以x选2y 加13等于0 ok,所以这就是 法线方程式 ok,所以我用这个底下 这个最后一个立体来做一个总结 好,这一张里面其实最主要的 我们要学会的知识是 寻找切线跟法线的仿程式 这一张的核心重点 ok,所以我们来看我的式子 ok,其实这边老师故意出一题隐含数的 要提醒同学其实前面学的微分法 在这一边也很重要 就不想说这一题 好,它其实源自于隐含数的微分法 那么在这个式子里面同学要注意的是 这边是2x乘y 所以等一下这一项在微分的时候 要使用那个乘法公式 微分的乘法 ok,好,来,我们开始微分 所以x立方的微分是3x平方 那么2x叫做前 然后我把它叫做前 y叫做后 那么公式是前为后 再加上后为前 ok,那么y平方的微分是2y dy by dx 那么e的微分是0 看吧,这边顺便跟同学复习 因含数的微分法 所以我的中括弧里面可以写成 这是dy by dx 那个2x的微分是2 ok,那再把负号放进来 ok,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udy by dx的东西放在左手边 所以把这一项 这一项放在左边 那么其他的移序右手边 ok,好,所以 我这一边把dy by dx抽出来 所以里面剩下-2x加2y ok,然后再这样 ok,然后再把 这个跨弧丢过去变成除法 除以-2x加2y 就找到dy by dx 那之前老师一再强调 如果有给你点的话 你要怎样 你要把点的xy坐标带进来 所以看你的坐标点 当x等于1,y等于2 这是你的x坐标跟y坐标来的 对呀 所以带进去dy by dx里面 x带1,y带2 x带1,y带2 所以分子是1分母是2 2分之1 ok,那么这个dy by dx其实是什么 其实就是切线的写率来的 对呀 好,那么我们之前讲说 有了切线的写率 有了这一点 好,12这一点 我是可以写出切线的 方程式 对呀 所以切线的方程式公式是 y-y坐标等于 切线写率是2分1 那么x-x坐标 所以把2乘过去左边 这个是4 等于x-1 所以我把全部移过来右手边好了 x-2y 加3等于0 ok 好,所以这就是我的切线 方程式 那么这一堂课学的重点 还有是 我们的法线方程式 所以我先研究 所以我先研究 法线斜率 ok 所以法线斜率的话 我先来看切线斜率 那么切线斜率如果是2分1的话 法线斜率就是 负导数 所以负的2分1倒过来就是2 ok 所以我就可以写出 法线方程式 所以法线方程式会是 y-y坐标等于 m4 法线斜率 所以带的是负2 ok x-x 我标 所以把负2乘进来 移过来左边 等于4 ok 这就是我的 法线方程式 ok 所以26.1 就上到这边 结束了 ok 所以如果26.1 同学可以把 这边的课都听得清楚的话 那基本上 高速跟普速 有关于法线跟切线的问题 同学 也是可以试试看去解 ok